更好的未来 好 各位来宾 今天很高兴来这边 跟各位谈一下 我们在实验室所看到 男女大脑的不同 有了这个新的脑障引技术以后 我们今天可以透过脑障引技术 直接在活人脑上 看到这个大脑的工作情形 就好像各位现在的脑 应该像这个样子 这是一个左脑 你听到我在说话 你的听觉皮质是亮起来的 你的脑应该是像这个样子 那么这边呢 是我们在阅读的时候脑的情形 这一块是我们的整页 就是我们的后脑 阅读中文的时候 我们这边特别会亮起来 那个地方是我们中文的笔顺 所以跟各位讲说 反走过壁留下痕迹 我们在小时候学的那个笔顺 其实是在大脑里面 有留下痕迹的 它是另外一条进入大脑的路 那这张的话 就是我在说话的时候 我的大脑的情形 这里坏掉的话 会有我们说中风了以后 得到失语症 话讲不出来 上面亮起来的地方 是我们的运动皮质 这一块地方是我们的前脑 这个很红的地方 叫orbital frontal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它是抑制我们自己 不要去做不对事情的地方 所以各位家长会注意到 你的孩子小的时候 会一边打人 一边说对不起 就是说 你刚刚害我摔跤了 我要揍你 可是老师说不能打人 那我就一边把这个是做了 一边就会把那个 等一下讲的话就先讲了 这一块地方 是我们看到说 全世界的法律 都是20岁以后 你要为你的行为负责 少于20岁 着量减薪 最主要的原因 因为这个前脑 这一块到20岁才成熟 那我们刚刚看到 这个大脑里面 这个Limbic System 这个边缘系统 它是我们的情绪的中心 从情绪到前脑 这里是一条大路 康庄大道 所以我们说冲冠一怒 喂红颜嘛 气起来什么都不管了 可是从理智 到我们的情绪中心 是一条小路 所以讲起来人 其实不是一个理智的动物 在这里呢 也顺便跟各位讲一下 老人很唠叨 最主要也是这个地方的关系 因为它最晚完成 最早坏掉 如果说 你会回想一下 看各位这么年轻 你家里一定有父母 去回想一下 你父母跟你 跟你一直唠叨的时候 基本上是 他叫你做什么事 你没做 如果你马上做了 这个意念放下来了 就没有 比方说你父亲叫你去寄封信 你说好吧 明天上班我帮你寄 因为你没有马上做 所以这个意念 在他脑海里转 等一下你吃过饭回来 他看到你 他就说不要忘掉 明天帮我寄这封信 说好吧 明天我帮你寄 等一下你洗过澡出来 他说不要忘掉 明天帮我寄这封信 讲了三次以后 你就开始火大了 对不对 你就很大声地说 爸我知道了 我明天帮你寄 你爸就气死了 我养了你三十年 今天跟你讲一句话 这么大声 如果你知道 它是一个大脑的关系 你其实就晓得说 你马上把它做掉 马上做掉 这个事情放下来了 就没有 所以我们常说 为什么大脑的知识 现在这么重要 因为你知道 大脑的关系的时候 你对别人的行为 会有包容心 你也知道该怎么样 跟你的父母亲相处 今天我们虽然是 讲这个大脑的关系 我前面其实有多放一点 最主要是 我们现在一直看到说 人现在越活越长 那么老人到老的时候 就很希望 有孩子在身边 但是我们呢 又常常觉得 老人唠叨 老人固执 老人干什么 你不要忘掉 孔子说 不敬何以别呼 其实是对的 你今天不是只有 给他吃给他穿 你必须让他心中觉得 他的存在是 很有价值的 你很尊敬他才可以 我们去老人院 跟老人说 阿贝 我后天给你看 王哥柳哥的电影 就是现在还没看 后天给你看 你第二天用棉花棒 取他的唾液 就发现 他的免疫球蛋白增加 就是说都还没看到 只是今天比 昨天更靠近 要看到的时候 真的是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让他有个期待 我讲一下 我父亲因为吃了 这个aspirin 吃了就比较 血液稀释 不容易中风 可是血液稀释 容易怕冷 所以各位去想一下 老人穿的衣服 都比我们多 你爸永远叫你穿衣服 从来不叫你脱衣服 那以前我爸爸 就是早上起来 不管冬天夏天 第一件事穿毛背心 穿完了觉得刚刚好 他就觉得说 我是人 穿的毛背心刚刚好 那你是人 你也会冷啊 他就开始叫我妹穿毛背心 那我妹以前会跟他争辩 说爸 34度 你怎么可以叫我穿呢 结果 因为你没有穿 所以他会马上 跟着后面 一直念 一直念 说你不穿 等一下伤风 等一下感冒 等一下发烧 一直念的时候 我妹妹受不了 就早饭也不要吃了 皮包拎着 赶快去上学 你没有到那边穿起来 上了公车 打手机去问 说穿了没有 后来知道 是一个脑的关系以后 就跟我妹讲说 爸讲你穿 立刻穿 出门就脱掉 立刻穿 这个事情放下来了 脱掉 没有看到 没有关系 所以这边呢 就是我常常觉得说 脑科学 很多人觉得脑科学 是一个很冷的东西 其实我个人认为说 它跟我们的生活 是息息相关 任何你所看到的 都因为人是一个 各位知道 迪卡尔的错误 对不对 心物不是二元论 心物是一元 你脑坏 要行为就跟着改变 那所以你的脑 当然是跟你 我们的行为 很有关系 尤其跟我们的阅读 跟我们的做功课 有关系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视觉听觉 要放到工作记忆 我们中国只是 一字一音 自觉听字 放到工作记忆的时候 我们的工作记忆 只有七加减二 这么大 所以这是为什么 全世界的电话号码 不敢超过八个数字 台湾是八 因为我们中国人记忆比较好 美国就只有七 那如果说 你今天人口增加了 它是改区域号码 不敢 那个死电话号码 太多的 那你的孩子 做功课的时候 他即使是每个字都会念 自行到自音完了以后 还是要放到工作记忆里面 把那个 那个词 断词断好了以后 他的 才会了解句子在讲什么 那我们中国字的特殊性 各位会知道说 我增加一个字 减少一个字 我马上改变这个词的意思 就比方说 天 我加个字 天花 它就跟天完全不一样了 对不对 再加个字 板 天 天花 天花板 我加一个字 你马上改变全面词的意思 那你跟人家说 我是教地理的 我是地理老师 这个没问题 你拿掉一个字 说我是地理师 它就完全不同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中文的里面 如果你不会断词 你的孩子每个字都认得 没有用的 所以你的工作记忆 这个地方 是受到语音的干扰 你在做功课 孩子做功课的时候 不可以开电视 也不要在旁边讲话 你在旁边聊天 绝对会干扰他的 一个很简单的实验 各位自己可以去试试看 你打电话 问104 比方说 谭尼大楼的电话号码 是多少 它告诉你了以后 你有两秒钟的时间 把钱丢下去 然后把这个数字拨出来 可是如果你钱丢下去了以后 外面有人敲你的玻璃门 跟你讲说 对不起小姐 我给你换钱 你没有理他 你的数字不见了 因为对不起小姐 跟你换钱 是9个语音 这个9个语音 把你刚刚工作记忆 存的8个语音打掉了 你自己可以去试试看 语音会干扰 物理音不会 所以这次为什么 做功课的时候 要把电视关掉 这是一个左脑 这边是语言中心 运动皮质 感觉皮质 听觉皮质 这边是视觉皮质 但是讲一个很快的例子的话 就是有一个小女孩 是先天性的白内障 家里没有钱 没有马上去开刀 等到她两岁 家里存够了钱 去开刀的时候 手术很成功 孩子看不见 她的视神经 被听神经拿去用掉了 你两年没有用 别人会拿去用 那我们的神经 是用尽废退的 这是一个小猫的神经元 这是一个老猫的神经元 同一个猫 同一个神经元 我们就看到小猫的时候 有密密麻麻的神经连结 到老猫的时候 常常走得变大条 不常走得不见了 就是神经会用尽废退 依照你平常用得多 那条路回路变成大 我们的记忆 其实是个同步发射的 神经回路 好 那看到这张图呢 你其实就了解 为什么不能叫 老狗心的把戏 那你也看到说 速度和正确率 它的代价是弹性和创造力 那下面这是一个猴子的实验 我让各位看到说 你的大脑的功能的分布 会因为外界的需求而改变的 这是猴子的五个手指头 叫猴子动大拇指 它的运动皮质 这一块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 这一块 运动皮质 就是这一块 你把它特别放大的时候 就是这一块 叫猴子动大拇指 这里亮 动食指 这里亮 动中指 这里亮 你都找出来了以后 把它的中指截肢 切掉了 切掉没有讯息进去 过了三个月的时候 第三个指头地方 就被二根四瓜分掉了 就是你的大脑的功能 会因为外界的需求而改变 那么 假如说你今天 没有把它的手切掉 只是使它动得更多 它也是会改变 大脑里面的机制 比方说 这个手指头 它是大拇指十指 那你把刚刚运动皮质区 占的区位 用颜色标出来 标出来以后 你怎么样呢 就是使猴子进入实验室 拼命动这两个指头 就是你饿它24小时以后 进到实验室来 它要用这两个指头 剥一个轮盘 一转就有个葡萄干掉下来 因为它24小时 没吃没喝 它肚子很饿 一剥 它就会 食物来了 就会马上捡起来吃 所以它每天就 盼望着下午两点钟 进到实验室来 赶快做三个小时 可以有东西吃 你知道说 它是非常拼命在做的 这两个指头动了很多 好了 等到三个月以后 你再来照的时候 动得多的地方 区域快就变大了 就是可以让各位 知道一下说 我们的大脑 其实是会因为 外界的需求而改变 过去我们认为说 大脑定型的不能改变 其实是可以的 除了primary 就是基础的功能不能以外 其他的其实会随时依照外界 它是一个交互作用 也就是说 你不要担心说 哎呀 我身材太笨了 我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没有关系的 你绝对 就是你好好用你的脑 你绝对有时间 去把你那个 就是活化你的大脑 使它充分地发挥 男和女的大脑是有不同 男的脑是比较大一点 那这个原因呢 不是说男生比较聪明 我这边要跟各位看一下 脑大不等于聪明 脑很大 脑很大是水脑症 那 聪明才智跟什么有关呢 是跟神经连结的密度有关 这一边是四对的双胞胎 你看这对头大 这对头小 上面是哥哥 下面是弟弟 哥哥跟弟弟 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 大脑晾起来的回路不一样 他们是双胞胎 基因是相同的 但是因为后天的经验不一样 所以经验 是促使你神经连结的很重要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看到这张图以后就立刻了解 为什么同一个家庭出来 哥哥是国民党 弟弟是民进党 那其实我们现在对于聪明才智的定义 是神经连结的密度 那有这样子的这个背景知识以后 我们学院就来讲 那个荷尔蒙出来 其实我们说男生 他其实是女生变的 圣经上讲说 从亚丹的肋骨取一个出来 做了一个下挖 怎样怎样 但是从医学上来讲 我们说男生是女生变的 这一胚胎出来之后 他其实是 就是说 我们说基本上 他是个女性的base 如果说你身上是XY的染色体 在六个礼拜的时候 就开始有搞固同 就是男性荷尔蒙出来 男性荷尔蒙呢 就开始把你的大脑 设定成功能上是什么样 荷尔蒙呢 大概是来身体 一共是三次 胚胎六个礼拜 到二十四个礼拜的时候 一次 出生零到五个月的时候 一次 第三次就是 所谓的青春期的时候 我们说完成第二性针 所以呢 就会看到说 一出生的时候 脑是活化的地方 是像这样子 他的神经 神经元是都已经有了 他的神经的连结是很稀疏的 就是若有任何的补习班 跟你讲说 你来参加我的补习班 我会使你的孩子 神经元增加什么什么 那是完全错误 我们的大脑在出生以后 是在做削减的工作 我们在母亲的肚子里 每一分钟长 二十五万个神经细胞 长到我们出生的时候 是十的十二次方 就是十后面有十二个零 天憋脸这么多的神经元 那么大脑呢 是一个不能够养荣源的地方 因为脑虽然才三磅 在我们身体的百分之二 它用到我们身体 百分之二十的能源 所以我们出生了以后 基本上在做修剪的工作 那这个观念非常重要 你不用 你大脑的地步 那个神经回路 就被它修剪掉了 所以我们现在会看到 一出生的时候 是这个样子 到它十个月大的时候 其实它大脑的活化程度 就到了成人的地步 它的神经连接就开始密起来 它还一路上针到五岁 五岁的时候 大脑的活化程度 是成人的两倍半 然后就开始往下走 到九岁进入一个平台 等到十一岁的时候 就是所谓青春期来的时候 就开始再上来 可是那个时候呢 就是女生比男生快 女生是十一岁的时候 到达顶点 男生是十二岁一个月 所以你看到大脑的活化的情况 就立刻了解 为什么我们说零到五岁是很重要 因为它是跟内隐的学习 你所有的生活的习惯 你的我们说人格特质 什么都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 一个失忆症的病人 脑受伤了 已经不知道他自己是谁了 他小时候学的那些坏习惯 全部都还在 那你也可以想一下 人家说 哎呀 你跟你爸好像哦 人家后面省掉两个字 你跟你爸好像哦 一样的邋遢 一样的什么什么 对不对 这就是你在小的时候你耳濡目染 我们说内隐的学习所学来的 那 所以呢 这边就会让各位看到说 出生的时候 六个月的时候 十二个月的时候 大脑的密度 它的密度是神经连接的密度 神经元度在 可是因为你的经验的关系 它的密度会增加 想要跟各位看到一下说 男性的脑和女性的脑 在结构上最大的不同 是在hypertholomus的地方 有个叫INAH 其实就是说 interior hyptholomus的地方 男生比女生大两倍半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不同的是 corpus colosum 这个字是贬值体的意思 在corpus colosum里面 女的比男的厚 男女的脑在corpus colosum的 这个地方有差别 那等一下我会讲一下 就是说 其实同性恋的人 最近解破了 十一个同性恋的人的脑 他呢 同性恋的人的脑 跟女性的脑 是比较相似的 在上这个地方 就没有男生这么厚 好 这一张是男性的脑 这张是女生的脑 男生说话的时候 左脑前去亮起来 女生说话两边 那么这个呢 就是刚刚所说的 corpus colosum 中间这个 连接两个脑半球的纤维素 女生比男生厚很多 用肉眼就看得见 你看到这个以后 你立刻了解 为什么这个女生讲话 比男生这个口齿淋漓 然后能够表达她的情绪 因为情绪在右边 语言在左边 那么女生因为这个厚 左到右 右到左 是千分之一秒就过来了 那男生比较薄呢 他就只能放在这边 也就是我们在临床上看到 男生左脑受伤 得到失语症 不会说话 女生同样地方受伤 会说话 而且是五比一 五个男生不会说话 只有一个女生不会说话 那这原因当然就是在 她的功能 东西放在不同的地方了 那放的话 她有个先决条件 是因为她动得快 我拿得到 我才可以到处放 我拿不到 我只能放到我的眼前 因此呢 各位在生活上会看到 先生太太吵架 先生讲一句话 太太讲十句话 那么女生容易把她的情绪 表达出来 因为情绪虽然在右边 但是呢 她过来得很快 所以我们会看到 教师节的时候 女生就会 这个买一张空白的卡片 上面写说 老师 我毕业了 现在呢 哪里哪里做事 我的男朋友 不是你上次看到那一个 那男生呢 他就不会这样子写 多半他是买一张 现成的卡片 上面印着 私恩难忘 就要给你送来 那我们也看到说 因为他这个功能上的不同 造成女生在听觉上 比较敏感 在我们把那个婴儿的哭声 15个婴儿的哭声 把它放在 whine noise里面 然后用耳机呢 拨去给爸爸和妈妈听 这个爸爸妈妈 只要听到婴儿的哭声 按键就可以了 结果你就发现 女生听到比男生多很多 你立刻了解 如果今天家里有新生的婴儿 然后晚上是爸爸起来 泡牛奶换尿片 绝对是妈妈先醒来 用elbow把爸爸推起来 那我下面要给你看一下 就是男女脑这样子 不同的时候 它会造成在自力测验上 你所看到的男女性 没这样的差异 女生做得最好的 一个叫做verbal fluency 就是我给你一个字母 说我给你一分钟 请你尽快地把el开头的字 赶快讲出来 女生可以讲这么多 一分钟之内 女生可以接着讲很多 男生讲不到 女生的三分之一 另外一个女生做得很好 就是说 这边有一张图 你去下面看 哪一张是跟它一模一样的 找出相对的来 或者是 这边有这些 你去找 哪里有这个 或者是这两张图里面 它变化了哪一些 就是对于细节 女生做得比男生好 女生做得最好的地方 是这里 我这边有这个 大大小小的圆柱 这边洞也有 大大小小不一样 你要把它放回去 尽快地把它排起来 这个地方 女生做比男生好很多 也就是女生的 fine muscle比较好 所以你会看到 女生弹钢琴的 小提琴的 在音乐家有很多 可是女生做曲的没有 很少 那这个原因呢 就是这个 它对于 就是两个人的脑 真的是有不一样 男人做曲的话 是把这个月音 用视觉的方式呈现出来 那这用到的是 一个空间的能力 这个部分男生 就比女生做得好 还有一个女生 比男生做得好的 是做试则题 就像这种题目 尽快地做 女生比男生做得快很多 我们看到市场卖菜的太太 都是我们刚说太太嘛 对不对 都是女生 形成非常非常的快 你叫我先生 找计程车前 常常找不出来的 那下面看呢 就是男生比女生 做得好的地方了 就是这是 Mathematical Reasoning 就好像说 我告诉你说 一个种子 它的发芽率是60% 如果我今天需要 有650棵树 我要种多少棵 种多少个种子下去 才会发这么多的芽出来 就是我们所谓的应用题 刚刚就是我们所谓的 四则题 那男生做得好的地方 还有一个就是 在这个空间旋转 那这边 各位要知道说 女生不是不能看地图 但是女生看地图的时候 是我要往北 我的地图要朝北 如果我要往北 我的地图朝南 女生做得不仅男生好 那还有一个是丢飞镖 这一点就很奇怪了 因为我们家蚊子 我绝对打不到 我常常要付钱 给我儿子去打 那这个Kimura Doreen Kimura 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实验 就发现说 这个命中率来讲的话 男生比女生好很多 而且呢 三岁到五岁 所以就已经看得出这个差别 他就做了幼稚园的小朋友 幼稚园你不可以给小朋友飞镖 因为那会出人命 他呢就是把这个 你知道魔鬼毡嘛 一个球 这边是个魔鬼毡 叫小朋友去丢 看他命中率是多少 男生比女生好很多 另外一个男生比女生好的地方 就是那个一个图形隐藏在一个里面 在图画里面 要你去很快地说出来 在这个图形里面有个No.4 有个4 各位可不可以看到在哪里 在这个图形里面有个No.4 它在这里 你要这样子看 所以我们不是很容易看 但是呢 好 这种测验 这个男生比女生做得好 那么在这张图里面有个三角形 这就比较容易了 这个我也会了 在这里 所以 就是说在测验上 我们会有看到很多男生跟女生不同的地方 而这个不同点是非常的显著 那么现在这些差别呢 已经知道跟荷尔蒙有关系 也就是说如果女生打了男性荷尔蒙的时候 她在做空间能力的测验上会好一点 荷尔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它跟我们的情绪 跟我们的很多的是有关系 那么这张呢 是美国的SAT 数学很好的男生 跟数学不好的男生 在做大脑的这个脑造影的时候 看出来是有不一样的 活化的地方不一样 可是数学很好的女生 跟数学不好的女生 没什么差别 因为女生是扩散性的 那我最后给你看一下 说为什么女生 女生的忧郁真的比较多 为什么会这样子 这是一个女性荷尔蒙的关系 这是一个正常大学女生的脑 请这个女生躺在荷尸共振里面 去想个悲哀的事情 那一下子啊 她的全脑都亮起来了 这包括小脑都会亮 想她跟男朋友吵架 被男朋友甩掉什么什么 下面呢是叫男生做同样的事情 只有三点 因此我们现在讲 女生不要天下为己任 我们现在会看到说 当女生开车的时候 后面有人安喇叭 女生立刻检讨自己 说哎呀我是不是歪了 我是不是干什么了 男生都认为这个喇叭是安别人的 跟他无关的 好那后面 好我的时间已经到了 不幸好等一下还有一些时间可以对谈 那么我就先讲到这里 好谢谢各位 不好意思 如果我们要研究脑里面的 外面的行为 我们早期的理解就是说 我们有很多思维方式 我们要解决很多问题 我们有空间的 我们有记忆 我们有不同的 所的活动 那么这些呢 是不是都在脑的每一个部位 都不同的停留 不同的处理 我们有 是不是有很多不同的中心 来做各种的事 那么现在呢 我们慢慢知道 从脑的研究 这样的理解呢 是有一定的分配 但是呢 整个脑是活起来 是一起的 并不是说 一定是我们把情绪 存在这一块 我把记忆存在这一块 它是一个分布的 在整个脑里面 那么在分布的里面呢 当我们一个男孩子 动起来的时候 跟女孩子 在你们动起来的时候 是不是有不同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怎么样了解这些事 第一层的了解 当然是 以前要等到 这个人 什么情况上 有一点怪怪的 那我们说 他以前头痛 他曾经生病 隔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我们发现 医生说 你可能是脑中风 因为很容易看到 就是说 左边中风 右手会瘫痪 右边的脑中风 左手会瘫痪 那么这两边不一样呢 就造成不一样的结果 那我们等等等到 这样一个观察 它会产生哪些 不同的行为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 知道说 是不是什么原因 只知道他有中风 就一直等到他 人过世了 医院里面呢 得到他的许可 拿到他的脑 然后可以做解剖 那这个是Proca 他早期的时候 他的脑垫到现在流下来 就是他自己的脑呢 以后呢 有一个解剖 就是说一个脑 还有呢 他当时拿到的一个脑 是一个不会讲话的人 只会讲一个字 打 打 打 这个这么一个声音的 知道他左脑受伤 受伤在哪里呢 后来这个脑 就把他留下来 这一位病人 所以我们从脑伤 你知道他脑伤 不晓得伤在哪里 等到他死亡 解剖 我们知道他在病造在哪里 然后做连结 做连结之后呢 我们也就开始 这个地方受伤 他会产生哪些病变呢 跟他原来的行为 做一些对应 那么这样的理解 再进一步我们就说 如果在猴子身上 能不能在演化的过程上 知道相同的部位 会不会做同样的事情 受伤以后 会不会有同样的状况 这个叫做animal model 我们就animal model 来证实 来说明当时的情况 那么这样的理解呢 我们就会得到 刚刚洪老师讲的很多 前面的mortor 会发生问题 观念发生问题 还有讲话发生问题 听觉 听力 理解发生问题 那各方面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 大致的连接线 就是connect连接线 这个就来自于 很多很多 以前受伤解剖之后 得到的结果 把它拿出来 这是以前 以前的研究 慢慢的 刚刚洪老师也可以看到 你得到一个 大致的左脑 跟讲话的关系 那么右脑 跟空间能力的关系 我们进一步的 刚刚好有人癫痫 很严重 那癫痫呢 是前面脑上 这个皮质上长瘤 就会把它去除 那去除之后呢 有时候还是 药物没有办法控制 它还是会乱放电 到另外一边去 就会在中间 把它隔开 刚刚洪老师 叫做偏直体 corpus collosum corpus collosum呢 那女生 这个地方比较大 那这个地方呢 是跟我们语言 文字有关的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慢慢知道 前面这个切开以后 这是一个神经树 连着左边 跟右边的脑神经 皮质上 皮质下 当然还是连接 可是皮质上 一般来讲 我们是比较 人类的意识 人类的认知 在上面活动的 如果把它切开了 就变成为 左边一个脑 右边一个脑 皮质体把它切除了 这是练脑病人呢 我们就可以在上面 去做一些实验 把这个东西 直接放射到 或者打到它的右脑去 或者到左脑去 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 让它看前面 然后从这边打进来 或者是 两个耳朵 同时听东西 然后变化 里面的内容 右边听得好 左边听得好 它本来是两条神经 但是同时运作的时候 往同一条脑的耳朵 右耳到右脑 左耳到左脑 这一个神经就被压制 就变成是交叉型的 右耳到左脑 左耳到右脑 这个情况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我如果给大家翻译 听右脑 我们也可以控制 左边的耳朵 这一边一控制以后 我们就知道 它到底能做些什么事 知道它已经被切除了 中间这一个品质体 然后它能不能在上面建立 让我们理解 右边知道什么东西 左边能够做什么东西 两个脑的功能 就可以被弄出来 就变成这个两岸 风云里面就一头两制 就会有两边不一样 两边不一样 两边不一样 我们就会在上面 看到相当多的 到底它能够 这扣布什麽的功能 两边的功能 现在再加上 我们已经知道了 男女在这两边 又不一样 加进一个复杂性 不但是两岸 现在加进来了 男女的两边都有 因为假如是一个 盆子体是好的 因为女生的盆子体很厚 它一下子就会把 讯息从左边到右边 右边到左边 传得很快 那么男生是比较慢 那么这一部分 我们就看到 女生是在用所有的资源 一种扩散型的 我们叫distributed diffusion 一种扩散型的 那么男生 他就很直接的 到某个地方 去建立一个模式 这个模式就是很固定的 我在这边 就放在一个地方 刚刚黄老师讲说 把蛋都放在一个篮子上 男生就有这种情况 那么我们看到就说 1990年之前 我们有些研究 1990年之后 不一样了 我们不需要等待 你或者是谁中风以后 看他行为 在比对 我们现在可以直接 在正常的人 你我 都是正常的话 我们就可以 在我们想东西 讲东西 计算东西 然后在实验室上 在各种仪器上 去测量你的脑的功能 是在哪里 然后做些什么活动 我们这边有一个图 就是你静止的 我们没有做什么 这边是给你看激发的 我看一个女孩子的照片 我看一张图 一个地图 我给你看各种不同 然后去比较 这一张跟这一张之间 到底有哪个不一样 你就知道说 活动的部位在哪里 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 做一个科学人 做科学家 有时候在基础上 不是那么难 他都是逻辑上讲得通 我一个是不动的 另外一个是加上去的 那我把不动的 跟加上去剪掉以后 剩下的就是脑里面的活动 你就可以看到 他的部位 可以从很简单的 做到比较深的 做种不同的经验 来建造这种脑 比如说我们看到 一动的时候 脑就哪里开始动 这一动 他就动了 所以你就有动跟没有动 那个图 这些点 在动跟没有在动 是脑里面哪里在负责呢 我们就可以从 最底下的地方算上去 这四节区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十 第五 第五是专门负责动的 你就可以看到 动的时候 他就跟着动 你就可以计算 最重要就是说 你逻辑做得好 实验做得好 你就可以看到 脑里面的一些活动 是在哪里 在哪个瞬间在做 另外一个方式 是我们在上面做的脑波 用脑 脑贴了很多磁片 然后呢 让一一一 脑波不停地动 但是我们现在做 诱发电位 诱发电位就是说 你一上去 一看 某一件事情一出现以后 我们在里面量它 各个脑 然后我们就把脑分成 各个区域 前区 中区 前面的中 前面的右 左 右 这样子这样 分布 在哪里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就可以把它记录 记录以后呢 你就发现 它确实是有一些 很特定的波 比如说 在200个毫秒 看这个次数量 有一个正上来的波 正波 这边下来 另外呢 这边有个上来 这个副波上来的 在400毫秒 这个400毫秒 男女就不一样了 很有趣的 因为女生呢 语文能力比较好 在这个地方呢 男女就有差别 那么我们来看 它到底怎么会 这400毫秒 还有一个后面的 语法的 600个正波 我觉得要讲一个 很简单的 这个很主要的例子 我们用中文讲 如果我说 我喝咖啡 加糖 这很平常 有人不加糖 有人加糖嘛 如果我跟你讲说 我喝咖啡 加盐巴 你笑啊 你的脑里面 刚刚就动了 就在你脑里面 刚刚那个 400个毫秒的地方 都动起来了 就是这个地方 就会上来 就说 你加糖 你去加盐巴 或者说 我加泥巴 这个东西多 那个地方就活动 互波就很强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看 它互波出现的时间 它出现后面 盐蛋的时间 男女有没有不一样 年轻人跟老人 有没有不一样 我们就可以去测量 就主要是测量 一定要很准确 我们就会做 各种不同的测量 来告诉我们说 像看到一个十字 你看到这个四 那到底有没有看到 这个庙 你有想到庙吗 刚刚你看到时间的时候 就有想到庙吗 大部分人都说没有 但是呢 实验上会告诉你说 有的 你脑里面是有把那个羽翼 跳起来 因为你的N400 刚刚讲的400毫秒的N复波 是会动的 表示说 你是有看到那个羽翼的部分 所以你就看到 我们在研究 男的脑跟女的脑 人的脑 我们有两种状况 一种是功能性的 知道它位置在哪里 可是它的时间很慢 将近是50个毫秒 50个毫秒可以产生好多事情 在脑里面50个毫秒 就说二十分之一秒 那很多事情都发生 所以不足以了解 到底发生哪些事 所以实验上 就进一步要去知道 能不能一个毫秒 一个毫秒 千分之一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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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动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 去了解 就是说 用这样新的仪器 叫脑磁波移 它来做 它在哪里 我们举个例子 你看到的是 读一个汉字 一个字的变化 那你说我看不见 只看到很多东西在动 没关系 我们就可以把它 分出来 0的 80个毫秒的时候干嘛 160个毫秒的时候干嘛 240毫秒干嘛 在每个地点 它在哪里 它在哪里 就刚刚你看它 这样动了动去的 我们可以把它瞬间 一个一个打出来 你就脑里面知道 不但知道 它在什么时候 也知道它在哪里 这个男孩子 跟女孩子不一样 女孩子快了很多 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时间 从10 100 120 140 它在哪里动 还有哪个地方动 这样的理论上 我们就知道说 男女看东西 会不会不同 测量很重要 另外呢 我们不但要测量 然后我们要去干涉它 我刚刚讲说 我在看它到底发生什么事 现在呢 我还要去发生说 我知道那个地方在干嘛 女生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特别敏感 我能不能破坏它 那你说 你把我脑打坏了 不是 我们现在用很低的磁场 去把它稍微冻结一下 我们就设计了各种仪器 这种仪器呢 都比较准确的 在上面 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要破坏它这一点 我要这个地方 很精粹的在这里 它的角度都算好 所以呢 我完全知道说 这个地方暂时 让它不能动 会发生你所说的事情吗 好 这个都是测量 这些都是测量 我们想办法 再把脑里面的一些路线啊 各方面都讲出来 这是脑的问题 我要跟各位讲 这个都是起步 都是起步 所以我从现在 要去了解整个人的功能 跟脑的结合 都还早 都还早 所以呢 我们看到一些倾向 男女不同的倾向 都是在解剖上的 但是在功能上的含义 有没有呢 也许有 也许我们还不是那么清楚 还有一段时间 所以呢 很多人就不要那么担心 男的脑跟女的脑不一样以后 造成各种不同的忧虑 我们如果来看 很多能力 这是Dorin Kimura 他的书上 做得非常清楚的 我们说 男女不一样 很多在测验上 你会看到 Same Average Different Variability 意思就是说 你常常看男生女生 在某测验上 其实像平均数一样 可是我们说 男生 刚刚洪老师也讲 百分之五 好像高了很多 在好的部分 可是你看 坏的部分 男生也很多 你只看这边 男生比较好 你只要看到这边 女生好的集中在这边 男生坏了很多 所以两边都要去看 不但要看平均数 要看它的变异数 在演化上 我们一直认为 脑比较大 就有比较好的功能 因为我们要去做很多事 我们比较 跟一些动物比较起来 我们的脑 是在皮质上 多很多 我们跟星星比起来 从这个中间一下去 这边缺少了一块 它是三角形 我们是个四方形 所以前面这一区很重要 这是文明 这是我们人类的文明 都是在这一区 所以我们脑的比例比较大 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发现 在印尼 去年发现了一个 只有一尺高的 一公尺高的 哈比人 这叫哈比人 他们脑只有我们的三分之一 他们也可以做很好的工具 那么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样大的脑 才能够完成我们今天的语言 跟我们的认知能力呢 脑的volume 就是它的容量 真的是意涵着 你跟我差一点点 或者有一部分几个公升 我们就智力会不一样吗 可能不是那个大小 可能是里面的神经的一些组合 跟它的branching 分叉 它如何去做连结 那后天的经验 在上面建立的连结 可能是比较重要 而且这不但是要建 还要修 修剪成什么样的样子 可能会比较重要的 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看下去 我们说很多东西都不一样啊 男生跟女生 对不对 在butterfly 蝶式的游泳 我们男生跟女生的standard deviation 一个49 那女生就比较大的 这种东西就是 男女不太一样 速度 它的速度 你男生比较集中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你值得去比较这些呢 他们不但在速度上一样 那里趋劲都一样的时候 这统计上的 我们所谓统计上的 某一个趋劲点 它的variation就会缩小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单看表面的数据 不能够理解后面的含义 而且如果强加解释 就会发生危险 最近 我们看到在学术界 科学界 发生了一件事情 我今天会举办这个会议 是因为我们那位 Somers 哈佛大学的校长 在一个午餐的时候 讲了一些很有 很有趣的话 那个有趣的话 让他是很惨的 他是说 在科学界上 你看不到女生 或者是他的 工程师 主要是因为脑结构 不一样的关系 这些计划 也许有一点脑结构 是不一样啊 男生女生不一样 外摆不一样 他们比较好看啊 但是 基本上 在过程上 我们成长的过程上 有很多社会化的原因 我们没有考虑到 在整个社会化的过程上 我们一直在 女生不要做这个 不要做这个 不要做这个 所以即使他们的成绩很好 从小学一直上来 但是越到上面来 你越看到 他们会drop out 从那个领域上 排除出去的 或者自己退场的 太多了 假如他们坚存在上面 然后环境 encouragement 很重要的话 他们基本上 是没有什么男女差别的 方法可能不一样 它的效果 后果可能都很好的 所以我的结论 是一个 对男女的差别 对教育的贡献 encouragement 就鼓励 比两脑的差异 重要多了 谢谢 那我要问的 其实是比较贴近于 现实的生活 也就是说 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如何来面对 两性的这种差异 所带来的困境 举个例子来讲 在爱情跟婚姻当中 男性女性的期待 是有所不同的 那么我们一般人的认知 会认为说 男人是多妻的 女人是一夫一妻的 男人是畏性而冲动的 而女人呢 女性呢 却渴望建立一种 亲密的关系 男人要肉体 女人要爱 那这种认知呢 有没有科学上的根据 精英上来讲的话呢 因为女生是知道 孩子是自己生的 所以这孩子一定是我的 我的精英有传下去 男生呢 因为不确定 那个孩子是不是他的 所以对男生来讲 这个部分就比较 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 动物界也有 如果他今天是一夫一妻制的 这个公的 有来帮忙 富养小的 但是大部分呢 是一妻 一夫多妻的 那么生完了以后 就是这个女的自己去带的 那女就是确定说 我自己的精英有传下去 那管他是谁的 其他的部分就不管了 那我们只是说在大脑里有看到 假如他今天一样是田鼠 这个田鼠 就两种田鼠 一种是一夫多妻 一种是一夫一妻的 这个一夫多妻的 他的大脑里面管地图的地方 就比较大一点 因为他得记得哪边有太太 要去找 我们就有看到大脑上 有这样子的关系 那我们现在不确定说 这些男生脑里面是怎么回事 不过呢 我是觉得说 因为就这个抚养下一代来讲 其实他是需要双方的精力 共同把这个孩子带大 我们今天带孩子的时间 是一个constance 我现在我知道这样讲 很多人都不同意 其实你去看 他真的是小的时候 花时间在孩子身上 你长大了不必花很多时间 小的时候不花时间在孩子身上 长大了去警察区 把他保出来的时候 花很多时间 那总共来讲 它是一个total的time 所以以现在社会来讲 讲的今天是个文明社会 教育就使你脱离 这个动物的本性 所以我比较赞成 还是一夫一妻 因为我们如果从学理上来讲 我们说所有的人 都要把基因传下去 那基因是一个最重要的 survival 也是个species 能够传存 我个体讲起来是一个 佛家就是臭皮囊 我们就是一个借助我 然后借助我这个存在 我们的基因是共同的一个 一个pool 一池水 是我们这一个族群里面 所以重要的是 我们这个族群的基因 能够往下传 那个比较重要的话 那么我个人的皮囊 只不过是在这一瞬间 借助这个 然后往它 往下传 所以女生 很容易知道 她只要在那边 就能生育 她一定是可以生 生了一定是她自己的基因 没有问题 男生呢 他一定要借女生 才可能 把基因传下去 这时候 他为了要保障 他可以 在很多图事上面 都能得到 这个一切的 这个基因的 不有的传达 他一定会 有这种野性的 就会去 有野性的复患的 被去召唤 所以大家都 就这是一个 就说这整个策略上而言 是这么一回事 但是这些都是 很理论性的 我们一般来讲 两个在一起 可以共同 组一个家庭 它应该是 比较好的 最终的结果 可是这个又跟 每一个不同的 species 它在不同的环境里面 它怎么样 达到完成 最后的 结果 不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 很多情况都不太一样 人呢 是不是 应该遵守的 自然的规律 永远在做 野性的呼唤 还是我们因为 因为经过文明之后 我们就可以有 比较好的 constraint 规范我们自己 我想这个是值得讨论 我们现在知道说 食物刺进来 男生来讲的话 40%变成蛋白质 15%变成脂肪 对女生来讲 食物刺进来 25%变成脂肪 23%变成蛋白质 所以今天女生胖 其实是一个天意 所以各位不必去解释 那也因为说我们 女生因为 孕育下一代 所以我们身体里面 本来需要的脂肪是比较多 所以进入农业社会以后 其实稳定一个家的是女生 我们现在会看到说 假如一个家庭 好 爸爸不在了 孩子比较不会吃苦 因为妈妈还在 而且就是妈妈要辛苦 他就要那边赚钱什么什么 可是孩子 其实基本上 他不会很大的伤害 是反正妈妈还在 称他的称屋顶的那个人还在 只是妈妈要出去赚钱 要母兼父职这样子 但是如果一个家里面 妈妈不在了 这孩子会辛苦 我们比较常看到是 女生留下来 把家先顾好了以后 先让先生去发展她的事业 这也是我们现在在学术界上 会看到一些 女生的事业会走得比较慢一点 多半她是等到孩子进到高中 或什么以后 她才能够全力去发展 她自己的事业 假如今天是 两个人程度一样的好 我要一直往上走的时候 除非你要牺牲你的家庭 不然的话呢 女生是会比较 Left behind一点 但是我觉得幸好的地方是 你的脑力 没有因为你年纪变大了 你的脑力会不足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 只要你用你的脑 你的脑会跟年轻人一样的 你的那个皮 白质或者灰质下降的 那个程度 其实会因为你在用它 而不会这么快下来 我们看到说 你只要读过五年的书 你的阿兹海默针的 几率就比文盲少十四倍 所以这边我看 今天也蛮多的女生来 你不要觉得说 我今天因为我为了家庭 就是说回来 工作辞掉回来家去 你可以等到你孩子进到学校 比较不这么需要你的时候 你还是可以出去 从头再打一个天下出来的 人生来可以 Pandor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我们学校的生态池 这群孩子将在舞台上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 敬请准时收看台湾基纳赞 菲律宾大选民调显示作风强悍 选前男女传教士遭性侵开黄枪的杜特地 最可能当选总统 中国的搜寻龙头百度 把攸关人民的医疗讯息当商品卖 一名癌末大学生被白毒误导 倾家荡产仍不幸病逝 印发义愤 香港贫富差距大 房租节节高 过去两年 皆有人数已经增加14% 本周六日晚间七点半 群出现场 与你一起探索全世界 我叫你读书 读书 我再跟你讲回看他脸 你碰我啊 他不是警察啊 你男朋友吗 关你屁事啊 什么关我屁事啊 啊 跟你讲哦 不要再过来咯 小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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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荫成果社工生涯 第一个想能建立关系的暗鬼 听同一首歌 晚一样没有写 我们在彼此的身上 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密切 爱 无疑总是澄清 那里空气充满阴景 雪白明月照在大地 唱着你最深处的秘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金门城牵制到后普就是今天已经有334年的历史了 在整个4月12日的文化期当中 我们以闽南异政国兰会的概念 台湾的小马祖天文亚信号 所以说我感到天文亚信号是世界的一面 中门里的这个功倍佛很有名 那西门里的无工作 南门里的画师打花草 那北门里的神脸 我们那个神脸也跟台湾的脸不太一样 每个里有它的特色 然后透过设计发展 一方面可以凝聚设计的基民的感情 同时的话在庙会表演活动的时候 都会倾逃而出 可以说用美不深收 而且严肃非常的多元 来呈现我们这个竞争庙会活动 就玉璃一特色 发展这个我们东门里 属于光碑佛街列 就一个人扮了两个角色嘛 以前都是用蓝的去反串这个女的嘛 那现在蓝女都可以来反串这样子 可以配一些什么花婆 一些小孩子什么都来跳这样子 这是阿公阿阿嬷 那个野阿嬷 我是回国 这是刚刚老年就刚刚老年就刚老年 差不多两三年 我这特色才有一个特色 充分而已 八尾座的掛施 有一個叫做庭園河 我真的都在戶口 到那個環境的地方 看到一個棉花園 就是在那裡 木色的地方 看到那個鎮仔尖 那邊是很漂亮 然後我看到 看到人手有大的問題 在牆的時候 我們中間 老婆就放這裡 放這裡放的時候 我哪兒 頭頭的時候 我哪兒就叫他 外面那邊那邊 那一段旗艦就是 這個打的地方 來的 在這裡我是打這樣而已 這樣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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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Johnny 打一打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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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稍微蹲一下 練4 5 4 5 5 站在這裡 富馬鎮 以前是民工得他三十里 在發障道美形的富馬鎮 富馬鎮在 whom蜆是嫁 Waiting 沒有穿尖尖尖尖 這個時代不像 10個人 他們靠這個商場 沒有用10個人加賣的 這個配件就是衣服 跟她的媒婦 嚇著去 所以都已經成王 以前我們就跟她配合 跟她流入研究 這就是 就是用現在的零件 刮繞的現在 都會有第一名的現在 在最早的傳統廟會中 馬上吹的都是在最前頭 騎在馬上面吹奏樂器 後來因為那個社會慢慢變遷 然後就改成用步行演奏樂器 上腳站在最前頭 他們是在開路的作用 然後也順便提醒大家說 誠王爺爺出來了 然後所有的藥魄國怪 趕快掃開 尤其在那個贏城王的時候 常常兩邊夾道在歡迎 然後所有的美光燈這樣 拍攝我們小朋友都很High 最早在金門呢 古翠葉的學習者應該都是男生 那我們一開始會有這樣說是女生 是因為我們想顛覆傳統的作法 讓女孩子也可以參與 要破除男女不平等的觀念 從無到有已經十六七年了 我的生命就是我想要一直傳承 傳承到我沒有力量為止 因為我發現啊 目前金門懂得古翠葉的 大概都是年事已高七八十歲的老婆公 如果說我不做的話 唯恐會凋臉 因為現在金門唯一有傳承 大概就是我們金門中正國小的古翠葉 我們今天這位活動 這幾天在金門蓬勃的發展 當然它已經形成我們金門均勻的一個聯造機 它把我們金門各鄉鎮的一些人馬 都集合在這裡逛逛的產業 它甚至可以讓典方的遊主能夠拋下工作 回到金門來看我們的產業 它不只是用宗教信仰 它其實也是一種人際活肉的一種方式 它不只是用宗教信仰 炸動靜場 它不只是用宗教信仰 它不只是用宗教信仰 這個文化 我們隔兩線 對這部經碰 對這部經碰 在洛西colo 近年 點 正增 国法制裁 原地保佑 势必承扰 不是要让人民流离失血 我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所赋予我的程序 让这个程序让它完备 我们的整个的规划过程是完全 就是简单讲形容它叫合法